曾經預言的抹黑產業鏈 如今卻不是照上韓國瑜 而是對準中天 從金融時報點燃第一道烽火 但一氣叫醜絲剝繭 原來全是套路 三明治民眾不想吃 改進口洋果子 先是連資深媒體人 都沒看過的金融時報 在7月27號發布 完全未經採訪查證的社論假新聞 抹紅中天 隨後不到兩個小時 裝設立馬跟進 與日前民進黨黨工 投書美媒如出一策的手法 隨後蔡英文 卓榮泰 在異口同聲表達譴責 發起攻擊號角 引起關注後 隔日陸委會不惜自打臉更改 過往中天沒違法的恐攻 把社論措止成調查報導 要檢調單位 按照一則未經查證的假新聞 介入調查中天 所謂的代理的樣態非常的多 當然大家共同討論的 媒體只是其中一種樣態 緊接著更高層級的行政院 也出手要求 透過行政調查 對中天伸出黑手 從化為包圍中央 打造完整莫洪產業鏈 我這輩子也沒看過 反對面說的Times 那下一個還會有的啦 接下來所有 比較前進民進黨的 所謂的外國媒體什麼的 然後又要來了 中天又被國台辦控制 拿出中天被國台辦控制的證據來 國台辦今天已經出來開 記者會說沒有這回事了 然後你要繼續扯 總統 陸委會 相關的 這個很嚴重 要網路上的謠言 如果對你不利的就是假新聞 那看起來對中天不利的 就是要這個要好好說明 哪有這種事啊 立即的假新聞 民進黨當上方保健 揭露真將的中天 卻被抹紅抹黑 不惜動用資深媒體人口中的側意 到國家機器 只為鎮除異己 民主進步黨 手下的民主早已奄奄一息 節目上 張宇軒 台北報導 我們看起來對中天堂的 很高興